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 就连科技圈大佬们的私事也被人津津乐道 最近圈里有个八卦 说百度总裁李艳红的小三以及家事 关键是百度公司对这个事做了辟谣 辟谣还附上了谣言的原文 让原本只是圈内传言变成了大众皆知 百度这次公关能达几分 大公司的媒体公关该如何做 才能划凶为己 请看本期《东边戏篇》 来 健康 其实呢 今天来到这里呢 还是我们《东边戏篇》节目 那么我们要聊的是八卦 对啊 那其实呢 开玩笑 我们聊的是跟八卦有关的事情 那么前段时间呢 像就是李艳红事件都听说过吧 所以说两位其实呢都是公关和IT这方面 特别在行的人 就是你们这个事件怎么看 就是百度的这个做法 你们认为适合吗 恰当吗 我认为他这种做法到问题不大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 因为这个是造成好像挺围观挺大的 是因为他公关这个内容 属于这种老百姓 茶余饭后 我经历乐道的东西 就他本身的公关的行为 我觉得我是认可的 就是说人家针对你说什么事 你当然是依照这个东西 做一个反驳 反驳或者澄清 我觉得这个方式没有问题 当然就是因为它涉及到内容 是这种属于这种 大家比较爱看热闹的地方 所以让这次事件有点变味 因为我不想抛出过多的专业观点 让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就掉到零 但是我们还不得不说的是 要去分析 就百度的这次公关的 这种应对的方式 实际上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首先第一个呢 它不是一个适格的主体 因为百度的公众账号 作为官方来讲 它所捍卫 它所服务的对象 是百度作为一间公司 而不是作为李彦宏的个人 李彦宏作为一个独立的 一个自然人来说 他有他自己的法律权益 那他可以完全通过 他自己的官方微博去 他自己的 比如说个人微博也好 比如他自己的律师也好 寻有关法律的渠道 去完成这件事情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面 它不是一个适格的主体 形成了一种错配关系 这个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觉得是比较大的问题的 我倒不是特别赞同 陆老师这个观点 就是是的 他这个传的是 李彦宏本人的事情 但是说 他作为个人主体 但是他也是这个 百度的一个部分 尤其他作为一个 这个百度的一个领袖人物 他的事其实在我看来 是百度的事 我们能单纯理解为 这是他的失事 对 我们中国人通常来讲 通常来讲 把这种个人私欲和公欲的部分 分得不是那么清楚 但从这个谣言的 本身的内容来说 完全是李彦宏个人的家世 和这个公司的业务 毫无关系 甚至十万八千里 当然你说李彦宏他有多个身份 他除了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李彦宏本人之外 那么他还是百度的CEO 等等这些角色 那当然每个人都有多重角色 那这里面一定还是要去看 他的主体的角色 以及他侵权的范畴 他侵权的范畴 他个体的权利 而不是说 他作为这个百度的CEO的这个权益 如果说我们觉得 如果指责百度CEO 李彦宏侵占公司资产 或者说指责 他这个不履职 或者说履职不当 这些是可以从 法律主体的角度来说 可以从公司的角度出来 去捍卫李彦宏 作为CEO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处理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在法律上确实有十个主体的 是否合适的一个思考 其实当时很多人是这么说 他说 其实这个事情在区内 好像比较小 但是当时 就是那个百度澄清的时候 他把那个原文放出来 所以说基本上就公开了 然后更多的人知道了 其实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好像就影响更大 如果我们抛开这个主体的思考之外 就是这个公关操作的所有的过程 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瑕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公关 当然说从理论的角度 我们教书 我们讲课 我们知道公关应该有5S原则 3T原则 但是无论如何 这些原则 这些方法论 都是为了结果来服务的 那么现在回头来用结果来看 这个事件的处理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第一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大 就问题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他这么处理是 在我看来是对的 假如我是这个公关的这个负责人 我也会去这样去处理 但是我还想强调一下 我的观点和陆老师观点 差异在哪里 差异是就是你是纯粹 站在一个西方的这种角度来看 那么我可能更多的考虑 就是说东方或者我们中国的 中国的一种考虑 所谓的国情吧 我们会觉得这个最大的老板 那他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符号 所以公司这个是站出来替这个最大的老板来做一个澄清 从西方的角度是确实不是很合适 就身份意识不太有点有点错位 但是再放在中国这个国家这种情况下 这种做法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要争辩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标准或者说这个要求 并没有东西方之别 一个在法治的国家 一个在现代法律体系下面 他这是必须要有一个澄清 第二点呢 百度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他在境外上市 在中国运营 或者在全球很多国家运营的一间公司 所以他要兼顾各种法律体系下的一些 一些基本要求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当然在我们中国国内很多这个公司的老板 他的司机在公司拿薪水 但是也可能去帮他接送小孩 可能去买菜 这种事情都有 我和前面也说了 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那些文化特征 或者我们的习俗 就公寓和私欲分的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只是说来解剖他 并无意指责他什么 就整个这个事情从结果来看 他第一个拜我们整个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众生喧哗 每天热点不断 有很多的所谓的危机事件 你不处理照样可以过去 换句话说 比如说李彦宏那件事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生命 那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问题 是吧 当然 其实呢 对 因为其实这个不是八卦 所以像明星的人八卦 我觉得 他可能就是他本来 就李彦宏的形象一直很正面 然后呢 我相信正常的人 他可能看了也不会去管 对吧 其实我说时候 我不太明白一些谣言 就对谣言感兴趣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你说到这里 最后我会发现 即使对谣言感兴趣的人 倒是打部分事 不是对谣言感兴趣 我们这里要区分清楚 第一个就是 你刚才说 对谣言感兴趣 人们不是对谣言感兴趣 人们对八卦感兴趣 但是茶余饭会 对 八卦 谣言本身 大家都是谣言是负面的 是错误的 对吧 所以不是对他感兴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刚才提到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明星 明星 他的所有的生存的依据 就是他的被关注度 被讨论的程度 而不是关于好和坏 那么明星最害怕的是忘掉 那现在是 中国时候出现一个现象 明星的范围 范畴越来越大 过去我们认为 明星的缺省意义是什么 演艺明星 文化界 或者是艺术界的 这些叫明星 现在我们还有 企业界明星啊 对不对 企业界越来越popstar 很多公司 因为老板是明星 所以省掉很多 宣传的费用 广告的费用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范畴已经 就是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边境越来越模糊了 对 越来越模糊 我倒觉得就是 我们纠缠于 就是这种公关的方式 对或者不对 我觉得义无大 相反我觉得就是 我们坐在这里 我觉得应该有提供一种认知 什么认知呢 当我们看到 互联网上出现 或者朋友圈刷屏 所有关于明星 关于商业明星 的所有的八卦新闻的时候 我们应该的报应一笑了之 不要把它太当回事 这才是一个 成熟的网民的一个心态 而且其实呢 我们现在更是知道 其实很多谣言而言 这是很多那些 那可能就是炒作而引发的 那反而是要把那个注意力 是拉到这个 就是聚焦到这个人物的身上 或者在这个 就是对吧 在这个圈子的身上 我们也觉得乐观 我也持相同的观点 我们觉得随着社会 越来越成熟 人们使用新媒体的这种技能 和这种经验越来越多 社会对这种 这种所谓的八卦新闻这些 第一个兴趣会越来越低 第二个呢 整个系统会有 有一种自禁机制 看过大家一笑了之 过去就过去了 对 因为这件事情 第一跟受众本身无关 对吧 某一个人他有几个太太 有几个孩子 其实跟我们当前受众 没有关系 我们不应该把精力 换在这儿 所谓三人成虎 人眼可畏 谣言总是在不经意间 就被大肆讹传 并演变成所谓的真相 近日联想被冠以卖国的罪名 让退居二线的柳传志 也要通过公开信来辩白 有人就说 联想的公关部是干嘛使的 居然逼到大boss亲自出马 该如何看待联想的危机公关呢 来听听嘉宾们的见解 在两年以前呢 这个3GPP组织是一个国际通信协会的标准的组织 做过一次投票关于5G的相关的标准 那么全球主要的5G的技术提供商 服务提供商 运营商 都共同来投票 为未来5G的技术流派做决定 那么当中有很多很多个标准 那么每个企业都会基于自己的对技术的认知 其实基于自己程量技术 基于自己对未来市场的一些判断 做出自己的主张 那么其中在某一个投票里面 在洛根克投票当中的某一个投票里面呢 联想投了一个反对票 那么在这个过程 这件事情本身两年以前发生的 那么为什么两年以后突然发酵 那么站在我们专业的立场上来说 一定是有人可以而为之的 尤其是这个话题呢 它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完全小众 公众根本不关心 第二 公众也搞不懂 因为比如说我们讲Polo这个标准 这个极化标准谁知道呢 在这个领域里面 除了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以外 搞不懂 第一搞不懂 第二不关心 那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公共事件 那么它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中心通讯事件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情绪比较高涨 那么有人 我坚信是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 来打击联想 这是肯定有的 那么说是谁我不知道 对吧 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表明一定是有 对 所以呢就后来发生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讲的也是这个 杨延庆柳传志站出来 指责目惑黑手 这是过去的前半拍 这个事件过了两年了 那么有人出来这么说 然后呢 这一次呢 柳传志他是亲自出来 然后呢 就是在微博 公开澄清 然后呢 所以说这个动作说 就是怎么 他已经 退休 可以说是退休吧 对 他还是联想的高级顾问吧 对对 但是也不是CEO 对不对 那么他出来这一次说这个事儿那是不是有一点那个太太过了 还是怎么样 像他这种柳传志的这种 就是 就是幕后大波士那个挺身而出 在我看来 我第一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第二 我觉得他在中国的国情上我认为是对的 因为只有他站出来才会有这个说服力 或者说他说出来的话可能因为他的亲身经历才会让这个事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击破谣言的这个力度更大 或者的话你借用一个有关公关部门的这种官腔来说可能未必能拿到达到这个好的效果 假如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就联想的官方微博比如说出了这么一个很正式的公开信啊 就是他这个效果会会一样 当然不如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更没有办法同意这个简单的同意二毛的意见 不论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谈到联宏事件它还是个社会事件 对 那么说我们要强调中国的国情啊 之后才情有可原的话 那么到了企业事件 到企业内部的这些事件 更应该遵循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 尤其是联想 因为联想 它现在主要的业务主体是收购的前原美国IBM公司相关的业务 那么它的整体的运作 它是完全国际化的 这是第一第二 它的内部组织设置上本身有非常明确的职责要求 它公司内部是有分管这个公共关系 分管政府关系的VP 也有它的公关总监 它有本来它有对应的责任人的 所以关于柳传志 关于柳传志这次能够他站出来 然后捍卫联想的声誉 这件事情本身我认为是个完全低级的错误 从情感上来讲 我非常理解 情感上非常理解 为什么 我们生活经验告诉我 如果说你有一个女儿 然后嫁出去了 然后在夫家受委屈了 老爸一定会操刀就上 对不对 那么就撸的袖子就上了 这很正常 这是种情感 但是企业不是 那今天尤其是在我们现代所说的 叫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下面 绝对不可以情绪用事的 你谁要感情用事 一定会带来非常深重的后果 非常深重的灾难 实际上结果就是这样 柳传志这次的所有的站出来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通实的话 所以就吃相太难看 所以没有办法取得它预期的成果 就所有的人都是 我调查过我身边的人 基本上的判断跟我差不多 第一情有可原 我们就是舔毒知情 这个知情吧 他一手创办了 或者参与创办了这个企业 然后看着他成长 那长到今天这么大 然后也是我们国家 IT产业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资助 对吧 那么这种情感我们都认同 就是这种都是能够同情的 就是从人这个本身 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 如何尊重企业已有的 正常的运营秩序 包括它的授权分工 这个我觉得是它丢分很多的 说明这个企业管理 存在很大的问题 或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是自然而然的 必然的 我发现两位的观点 这个完全不同 那么听着陆老师的观点 二毛兄你是怎么觉得 我大觉得就是 就是我们俩其实 会有一个共识 就共识呢就是说 就是情有可人 不是情有可人 就是我们的共识就是说 都是人应该遵守 各自的身份和边界 但我跟他的区别在哪里 他是一直把中国纳入到一个 西方的思维或者一个体系当中 我呢做了一个稍稍的变通 我认为没错 从我的角度 我当然认可是 柳传子不应该 以个人的身份来 但是我会变通一下 我就觉得 在当下这个情况 在当下的中国 他这样做 也问题不大 而且我觉得 他是说的是 给中国观众听的 对吧 首先是 就是你刚才说 他可能是一个国际 什么已经是集团了 对不对 那其实呢 这些话 对吧 如果涉及到什么 所谓的什么 跟国家 对吧 有关的 那他说的给中国人听的 那应该是跟中国人 人情来讲吧 我打个比方 我们今天的聊天 特别有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第一 陆老师像一个 刚刚从西方国家 回到中国的一个海归 咱们呢是 师傅也去过西方国家 但是一直在中国生活中 我真的 我真的非常反对 这个中西的这种分 这种简单的划分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一些 普遍规律上来讲 它并没有中西之别 比如说 我们今天谈到 这个 现代企业的问题 那我说 如果是社会问题 我们情有口言 我们要尊重社会的特情 另外一点 如果说它本身是一个 在一个国际商业运作 一个全球化的 这种商业世界的里头 它一定征循公共规则 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 不只是联想的问题 包括中兴的问题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恰恰就是 我们曾经的一些习惯 包括一些营商的习惯 包括一些价值观 和主流世界 就是已经预定好规则的 这个世界里面 发生了冲突 那我们怎么办 是坚守 还是去弥合这种鸿沟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 要做的选择 从实际上来讲呢 我自己的专业经验 和专业教育告诉我 这件事情处理的 很危害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在 我们的专业教会是 处理一个国际化公司 处理所有的 世界价值观的事件 必须在全世界一种声音 不可以说 我在美国是一种表态 回到中国是另外一种表态 然后按下了葫芦 一起一定扶起了票 所以它必须要里面 找到最大公约数 这个是我们现在 今天这个节目 如果说由企业家朋友来看 我希望大家 就能介绍这个信息 我们做人 跟做人是一样的 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基本价值观是稳定的 否则你说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是我们过去 淫威自豪的 所谓中国人全变 但这种在现代商业里面 是已经越来越行不通 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 更加行不通 对 其实还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 这个世界 那么有一些人 他说 那就是这么 老领导 出来讲话 那是不是现在联想 就好像是那个 属中五大将 这种感觉 对 你看这样一个印象 是怎么来的 就是柳昌志站出来之后 带来的一个 次生的舆心灾害 我坚信联想 不是离开柳昌志 就不转了 对吧 因为联想 它是一个 在中国国内来讲 管理水准 相对比较高的 一个现代化企业 它的组织结构 授权分工等等的 包括它 衣物的复杂 那个这种程度 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 这个我们过去的认知 其实就是这样 但现在的问题是 柳昌志一站出来 马上公众产生这种质疑 很自然 对吧 这种质疑是非常自然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可以认为 这样一个质疑 就是柳昌志的一个动作 带来的次生灾害 所以反过来 我们证明了 我们前面我的判断 我说柳昌志站出来 是不合适的 在柳昌志写文辩解之后 科技圈有许多大佬支持他 其中包括任正非 马云 刘永浩 周红一 李彦红等等 连许久未现身的 老赖贾跃亭 也来发布力挺 不知道收到贾跃亭的支持 柳昌志有没有 倒吸一口冷气呢 贾跃亭是来 蹭热点的吗 各种假装在现场 假装熟人的蹭热点 你们有遇到过吗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 那些不要脸的蹭热点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发生 实际上呢 只是因为柳昌志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东西 然后很多这个他的朋友们 他的朋友们在朋友圈转发或者在朋友圈评论 然后呢 未经这些评论者同意 就把他们的这个朋友圈的这些言论 把他截图发出来 然后做成了海报 然后做了一本传播 像很多这个老柳的这些哥们 以前有苦说不出 其实他们并不是什么主动意愿 要出来为他背书的 所以说贾跃亭这件事情就更可笑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找一个人来为我们背书 起码这个人要行着证 对吧 走着端 这个人本身是有信用资产的 我们来找他为我背书 比如说我现在要去银行贷款 对吧 那我要找二毛帮我去背书 然后二毛同志在 在这个银行里面有非常好的信用 所以银行就认了 说陆老师可以放一千万 没有问题 一千万太多 一百万 OK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贾跃亭是一个信用彻底破产 甚至负资产的一个人 只要请他出来为联想品牌背书 无语 所以说你跟那些网友一样无语是吧 我倒觉得就是说 贾跃亭站出来说话 也没什么 我觉得也可以 当然他有权利 对他有这个权利 而且就是所有这些大佬的 所有的严行举止 他背后一定是有他的 生成志的目的 我们都无法知道 所以说很多人他是不是蹭热点 就是这一次他是不是专门出来蹭热点 据我知道 据我知道 我认为你也可以认为他蹭热点 也许也不是蹭热点 人家就是发自肺部的家 站出来支持一把老柳 对吧 就是江湖嘛 我大哥也不遭人欺负了 小弟们不要撸一下秀子嘛 这个要上一场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确实给全社会的一些观感确实不好 因为在一个传播事情 有事说事 有理说理的情况下 大家一种打架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某种意义上来就为整个这个奇迦群体在减分 这是我个人看法 对 其实刚才我们聊的这些例子都是比较 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大的人物的一些事情 那么其实呢 说到刚才那些蹭热点啊 包括就是一些大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后续的评论 就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对不对 我们可以对任何的事情发表观点 对 在微博朋友圈啊等等 就刷个存在感嘛 对 包括蹭热点也是特别的火 像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我就经常蹭热点了 我经常蹭二毛了 你自己也是 我蹭二毛的热点了 二毛粉丝比较多嘛 二毛微博粉丝现在有多少 对对 你是怎么蹭的啊 那我就跟勾搭一下二毛 二毛转发一下我的评论 那就可能会让他们里面很多粉丝会 其实这个陆老师还不错嘛 我们粉丝他一下 就很正常 这是传播学的基本逻辑 对 是吗 那么其实呢 像你们是专业的 还是从专业的角度 你可能是要发表一些比较 高度的点评啊什么的 就是有价值 对不对 但是现在很多人 他基本上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刷存在感啊 对不对 他可能正有一个活动在进行 是不是 他发表一个照片 好像是他在现场啊 等等等等这样的 我觉得这都应该用一种娱乐的心态 来看这个东西 这是每个人的一种 面对生活 面对这种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不存在什么有 不见得每个都是心机表 不用去造道德指向 道德指向 或者有没有心机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互联网 实在每个人都是这么一个 一种生活方式 这就是每个人的生存之道 是普通人的生存之道 也是这些大佬的生存之道 对 所以说两位 这一方面倒是好像观点一致了 因为我们都在成熟 因为相互生存 所以是一致了 是吧 那么从外面来看吧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 可能不像你们那么一致吧 对不对 还是有人觉得这个是有点过了 因为有一些例子 其实我们说的是 比较健康的趁热点 我相信两位也是这种 但是有一些特别离谱 就是特别夸张的 对不对 是 这种现象也很多 其实我是教商业传播课程的 所以我们在现在说 我们在做社交化传播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趁热点 因为它便宜 但是如果说今天确实没有事 或者说今天所有的事 跟你的品牌的个性 或者你品牌内涵 或者你的产品 没有找不到 实在找不到关联的时候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去策划一个活动 策划一个事件 然后让它成为一个热点 但你就知道这里面要花很多钱 要花很多预算 才能做成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通常都说 做营销的人 首选趁热点 借势 对 借势 最是营销 然后蹭不着 蹭不着我们就自己弄个事 对吧 这是普遍的操作 就是这样来操作的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需要警惕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过去从 单纯追求知名度 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叫追求美誉度 你仅仅有曝光 有那么多人知道你 让你臭名远扬 那么其实并不能 给你带来真正的价值 只不过我们中国人 过去一贯相信一个铁律 叫做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 我成功了 我赚到钱了 我什么都有道理 对吧 你有钱你说的都对 你长得好看 你说的什么都对 严谨就是正义 钱就是正义 这个时代我觉得正在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说 要更多的给美 要为美誉度来创造力量 对吧 然后我们要让品牌 有更多可信度 这一点我跟陆老师 是绝对的高度 这个一致的 终于一致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品牌 我们再小的个体 都是一个品牌 但是我们要 维护我们的品牌 或让我们的品牌 来发光发热 或者增加光彩的话 启动一个方式 确实是称热点 但是如何称 称得好 称出正能量 称出好的东西 称出效益来说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也有蹭错了的 蹭到坑里去了 也有大把 对吧 比如说最近某国内 有一个新的网红品牌的咖啡 就是碰瓷这个星巴克 那在我自己注意一下 分析和观察 这整个网络上形成了 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舆情 本来是一个新生儿 觉得这孩子挺好 也许将来能长命百岁 怎么出来就干 怎么刚没满月 就出来干一些无厘头的事 所以在整个舆论场里面 就非常负面 这也是一个营销界的 一个常规的打法 对 那个冯小刚有部片子叫大腕 其中有句最火的词 就是谁火就灭谁 对 就谁最厉害 我就跟他打 对 打不过他 我出名了 对 打得过他 我更加出名 这个公开就碰瓷的策略 对 但我觉得两位老师 还是这方面挺乐观的 我就觉得有一些例子 就是凡事是蹭热点的 有一些挺 就是他肯定是有假的身份 假的一个成分 对不对 他蹭热点 其实呢 他经常是有一些虚伪的 对不对 演艺界就很多 最近刚那电影节 不是又开始有坦新吗 对不对 又对中国的明星旁边 那里去照一张照片 然后回来做传播 对 我觉得朋友其实有一个人 然后他经常会喜欢 就是参加各种活动 然后说 我今天跟谁是谁 跟谁是谁 出席什么活动 好像是他跟那个人 出席活动 就类似这种 最近有一个坦新 被一个法国的品牌 跳出来说 这个跟我没关系 直接打脸 这种情况有 但是我还是认同 二毛老师的这个 第一个 我们本身心存善意 只要对方不存在主观恶意 然后也没有对你 造成伤害的后果 我觉得这些 我觉得都可以一向置之 甚至于我们也愿意 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 其实呢 我觉得凡事是那种 就是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假的 或者是虚伪的成分在里面 那我觉得是一律 有一点觉得不舒服 因为通常你是比较高冷 等一下我们就比较平民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体谅了 他也不是虚伪 有些时候人确实是有虚荣心的 人人都有虚荣心 虚荣心是年轻人成长的动力 可以理解 那么你跟我们刚才聊说 嘎那这种很多坦新 人家坦新也不容易 首先他要自己 自费买机票 从中国飞到嘎那 而且还置办一个很漂亮的衣服 这都是要成本 有成本 成本他也有用心的 开玩笑 对 那其实呢 今天聊的什么公关也好 什么测热点也好 反正咱们相信 就是测热点 就是健康的测热点 对不对 然后呢 公关呢 也是尽量减少这些 不好的事情发生 就咱们也不用公关了 或者是大家都 比较符合国际标准 天上太平 对对对 陆老师这样总结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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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